1937年 在陈映珍出生时 台湾还受着日本的统治 正是昭和十二年间 由于出生贫困 使得他一生都对下层阶级的贫穷与痛苦十分敏感 在两岁多的时候 出生于竹南的陈映珍 过寄给他的三伯父 在光复前一年 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 生家和养家都搬迁到台北县英歌镇 这个小镇也成了陈映珍文学作品的原乡 他在小说中这样描绘着关于英歌的记忆 我的那个故乡 有将近六十只陶瓷工厂的烟囱 和一家工营的焦炭炼制厂 这样便把这小镇长年的照在煤烟底下了 而人的身上也在不知不觉中 铺了一身烟灰 下了末班的客运汽车 一眼便认出他所熟悉的老屋了 因为这小村镇仅不过对视于一条村路上 约莫一二来里的两排矮矮的房子 老屋又正坐落在村镇的入手 倚着一株标志似的家东树